李玉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音反创女生的人物 在她的歌喉中发出了女精可以让人真假不变 她在舞台上游刃有余的穿梭于男人和女人之间 特殊的表演方式融合了中国民族艺术 将传统戏曲和歌曲等艺术元素结合为一体 李玉刚一直在争议中度过早年就流传李玉刚在台湾出家 还有人依测他出家的原因是感情受挫 后来这个谣言不公自破 李玉刚依然活跃在歌唱舞台 2018年1月李玉刚在温哥华举办 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 让观众们看到了与树林峰 同时又柔情似水的李玉刚 还多次发行单曲集专辑 9月8日上午周立波微博发文写道 假女人在电视里叫真女人如何做一个好女人 真男人在舞台上音唱霸王别姬百妹千娇 被知暗讽金星 李玉刚他还在文墨呼吁 让娘炮走开 文章一发出 评论区简直炸了 纷纷炮轰周立波 卧槽周立波要不要你 李玉刚09年就是国家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 代表中国出征世界文化舞台的周立波算老几 能不能先管好你自己允飞允飞金星和李玉刚还好 让费解允飞周立波可能是很娇美 看过外面的世界 自己屁股上军军的精液还没有擦干净 千层热度埋调别人 嘖嘖嘖 李玉刚乱的时候很英气 女装的时候也很妩媚 不知有什么可指摘的陈小天同携江苏南京他乃来的资格评论 两个艺术家居然说李玉刚 人家国家一级演员你算了老几 人家是一种艺术形式 字幕志愿者 李玉刚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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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